大家好, 来到PCM Gadget Live第59集 今天我们的直播的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之前都卖过关子的, 即是说今天是4月1号 亦都是香港的5G网络开始启用 其实我们昨晚都做过一个很简单的测试 就是在12点钟, 在铜锣湾地区做了一个很快的5G測速的表现 另外也做了一段, 就是在交通工具上移动的状态 这个5G的表现 一会儿, 其实Alan和Martin两位同事 都会在尖沙咀和旺角, 现场跟大家做一些示范 现在我们就看看昨晚12点钟, 在铜锣湾的测试片段 为什么昨晚12点钟试呢?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香港政府那个流动通讯的5G牌 其实是由4月1号的凌晨12点才可以生效的 所以几个网络商最主要都是要等到 因为昨晚12点钟才可以开机 让公众拥有5G的使用者去走到5G网络 所以昨晚12点钟, 我们同事在铜锣湾的时候 都会看到有些不同的媒体 都会在这儿试试5G的速度 我们先看看昨晚的片段 大家好, 又是我们Alan和Martin 现在我们身处的环境就是 是的, 很好 好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在Q 中的Alan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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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lan 是的, 阿lan 是的, 阿lan 阿lan看到你在兆曼 在旺角, 另外我们也有 Martin Martin在室内 是 Martin的位置就是室内的位置 在商场室内 而阿lan 就是在 邵曼中心或者西洋蔡佳南的位置 其實都是幾多人 附近也有幾多不同的網絡商店舖 應該的位置是比較有利的 是嗎? 都是因為會鎮口頭的話 接收應該會好一點 你現在在旺角 你眼見附近有沒有人都會拿著5G手機試? 有些行家 很明顯拿著5G手機來知道是不見的 不過也有其他5G手機 其實看到有人出來的時候 他們都會問一下是否出5G手機 現在也有人在那裡 剛剛真的出過5G手機 出過 是的 我們都聊了一段時間 看到有些年輕人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人就都 當然最晚的時候就差一點 但是很多人都在出專的 但是用手機來做 投擔著手機 這樣就很多 好啊 好啊 那你可不方便 現在可以走到一些 manage mark 或者現在在你的位置 可不方便做到這些 來得到這裏 當然要做這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其實我剛好想 就有一部 昨天我也是用這部 就是華為的機 就是華為的機 昨天我們就在銅鑼灣市 平均大約都是 我猜下載是五百米左右 五百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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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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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好像很像 好了 那我現在看看現在在旺角的情況如何 你剛才看的 你先看的 我剛才說過很多次 我剛才試過很多次 我們是突見八百七百 但是我三百米 那這個 那這個 就是三百米 很相似 那個 數字的三個 在旺角很明顯是再 是 是 那 那這個 那裏 那裏 是三百米 到四十左右 那這個就是 好啊 那現在立刻走一次 好啊 好啊 你先按了按鈕 你先按了按鈕 我跟你們聊一聊 其實剛才你試 或者昨晚 你自己試過 最快走過 是不是都是800多 有沒有試過接近1000啊 沒有 昨晚就是800多 今天就已經是800多了 哦 哦 嗯嗯嗯 如果相比4.5G 其實都快了 我想兩倍 一大截 有兩倍 是呀 那就是uplink 都是三萬七 那我想uplink 就很正中是差不多了 我想講一下 我們試了在街上的速度 其實你自己覺得 其實速度下載速度快了 或者uplink 也快了 不過相對單link的分別沒有大 反而你自己覺得 在街上實際那個5G的用途 因為其實今早我們有些行家 試完之後呢 譬如走過很多次速度 就是 最後看回手機用了的數據 其實都幾多下的 因為其實你是 譬如20秒時間走過一次速度 其實走出來的數據就是800多Mbps 在說有兩倍以上的數據 其實換而言之 會不會又是引申的 將來其實我們用的5G數據量呢 譬如可能在用100G的計劃 其實等同我們現在用4G 30G的計劃就已經燒了 差不多的比例呢 這樣說 如果你說單link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都是看影片那裡會比較長 嗯 其實你也試過 因為昨天也試過看機片 Wi-Fi 其實我們計過大概一秒鐘頭就是兩秒 嗯 嗯 其實你現在試過幾個機 一試過的話 你是用這把電腦的計劃 會做到 只要兩機的電腦都不夠了 那就是跟FlyBand那個Wi-Fi 那其實 還有你說看電腦 如果快 它快點成了整個電腦 但是你不能看電腦 你不能快了 是 是 你一個鐘頭就是看一個鐘頭 你不能在法制方面都看完 是 是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影響呢 是有的 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反過來 反過來 就是在uplink那裡 是 現在我就在用4G的LTE 我不是用Wi-Fi來做 就是我Market也是 是用LTE來做直播 就是在uplink那裡快了的話 其實我們要在街上直播 或者uplink的東西 比download更重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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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在做Webbass 那個科字機 是 那就是有些 疾的 還有聲音是有些 那如果我們用5G 就希望好一點 好了 我又問一問Marty那邊 好 你好 你好 好 你現在做Webass 那個是4G機 5G機來的? 4G 我看你在這個室內的訊號 好像似乎 哈哈 可能室內 室內就是了 Profit好一點 沒有那麼大 影響 是啊 是啊 那你又走個Benchmark看看 現在這個K11要C 應該你現在這個是B1 沒錯 那我會去B1的位置 對 對 現在都是 5分鐘 都還是 其實任務都有的 那 好了 等我一會兒 轉到前廳 那 好了 為甚麼大家都看到 我放了一部機 你就是用Samsung的A10 沒錯 Samsung S2 是Ultar的 是 是 好 那我現在 嘗嘗嘗嘗嘗 看我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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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開始 其實我都想 接近500Mb 這裡又跟在旺角的表現有點分別 接近500Mb 那個才是800多 但Uplink又差不多 Uplink快一點點 我記得我們在同一個One Time Square試 其實Samsung的S20 Ultra 大概大概400多至500左右 華為就是去到600多 其實接近的 我猜在手機上有些 可能在那邊 我不知道可能在那邊 還有一邊 還是那邊 不過今天我看Samsung這部 連結都是40多 因為昨天就去到800多人 如果去到800多 我想如果我們以後拿來做Live 也像現在這樣 用5G去做 很爽了 高清都可以了 好 我們看看Martin那邊 506Mbps 下線是44.8 昨天我們也收到Samsung 昨天傍晚也出了一個新聞稿 就告訴大家 需要在Firmware上面有些更新 還有要看看 它呼籲使用者用5G的時候 就留意5G的icon 有實心 有空心 有兩個比賽 你可以介紹一下這個嗎 畫面上看到 色爐旁邊 你會見到一個5G 5G是現在實心的 實心其實代表我現在是用5G模型的 其實就會出現空心的 空心的意思呢 其實5G出現的一塊 只不過是一個圈子 就代表你要處於5G範圍 大 就必要收到5G的靈魂 即是你在5G範圍 插著5G範圍 插著5G範圍 大 還沒有在走5G範圍 大 其實我剛才就在湖外那邊出來 就是湖外那邊走過來 可能那個覆蓋就未必弄得好 未必弄得好 就出現那個空心的5G問題 但是呢 人家在這個室內的範圍呢 因為它已經是負責了5G範圍 其實就變回實心 現在用的資料 其實就是用在真正5G範圍 其實空心 實心就不到過用活檢的 它純粹是顯示給你看現在的網絡狀況 沒錯 全中 是的 如果又是空心的時候 到底那個時刻我是上不了網 還是在走4G還是慢一點 其實都是在走4G的 其實都是在走4G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速度上應該跟4G就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我自己剛才也按過一下 在空心的情況下 其實那個速度跟我用4G手機去試的速度是差不多 嗯 但是究竟會不會再有什麼實質上的影響 或者有什麼分別呢 可能就要再去試清楚 才知道 所以我問一下 如果你剛才空心的時候試呢 是down的影響 那uplink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uplink就大概有10DMAT的差距 你說差距很大 但是23是為什麼要這樣超過呢 嗯 明白的明白的 如果uplink 比例上都多了 就是不見了三分之一 其實就是說這個情況 就是你過了5G的網絡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用那些4G手機 用那些4G的規模的時候 其實應該就這樣看下去呢 是都有優勢的 就是都原始4G手機 用4G呢 是有優勢的 是 基本上會是這樣的 好 但是我們跟我們都要聊一下 可能再問一下 找一個專業人士 我們可以再試一下 再試清楚一點 是 是 還有就是我們今天很快的測試 其實大家手頭上拿到的 都會是暫時只有CSF一個網絡的SIM卡 那我們也都很希望 就是接下來這一兩天呢 可以安排到三啊 或者是中營動啊 就是這兩個網絡的SIM卡 可以做到一個橫向的五支測試 因為其實聽我們上個星期說了 但是始終不同的網絡 它現在的覆蓋啊 或者它們的網速是怎麼樣呢 其實分別都挺大的 因為三個網絡都用自己的優勢 去做到自己不同的情況 譬如中移動 譬如中移動舉例 昨天公佈的細節的時候 就講到它可能在第一個階段的五支覆蓋 在新界西北區就似乎比較有利的 它的覆蓋就會比較多些 那三呢 就會集中在它旗下一些的商場裏面 那在商業區呢 暫時看就可能CSF就比較有優勢一些 但是實際出來其實它們的網速是怎麼樣呢 我想要有Nerror到手 就是有SIM卡到手 才可以在這一兩天 可能要麻煩你兩位辛苦一點 要到處走 好啦 那我問一下這個 終於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手樓上 就算自己 我們自己也在用的3HK 還有中移的卡 就是我們自己分身分比起的也好 我們現在暫時呢 是不可以立刻就這樣 撞到上去 或者打穿到 所以我們終於沒有辦法 可以試給大家看這麼大的 好啦 有空思 你們可不可以 Alan或者媽媽 其他一個呢 進去那個手機 看看那個流量 就是燒了多少資料 是啊 我們就由昨晚10點開始 到現在我就沒有了 沒有解決過 沒有解決過 我也沒有解決過 那你也很省 我昨晚用了20多K Alan 22K 都不算太誇張 咦 我昨晚都整個程 是彎仔 彎仔去到深水埗 那你也有客人 哈哈 還有今天就在這裡也試了 沒有啊 你裝了一個100K 你今天就用了五分一 即半天用了五分一 是啊 是啊 29天半去捱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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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幾快 是啊 正如Alan所說 就是 我們做Speed Test 是用多了數據的 就是你是拿到最盡的那個 但是實際用途 比如你看這段影片 一個小時 YouTube都是一個小時 你不會一個小時 YouTube用五分鐘看完的 那那個數據也是有限的 除非 好像這個 就是Alan手上 華為 Made Access 可以 在手機看到4K YouTube 就領作別論 因為4K YouTube 就是拿多了很多數據的 好 我們先去Martin那邊 好 好 回來了 為什麼 我轉了一個CAM 其實我現在就把機器設定在4G 那我剛剛就行了一次Speed Test 那我現在就是Under 4G 沒有分別這樣 是啊 是啊 可能up load 那其實你知道真實情況之下 就是我們現在在 我們使用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是 大家是會有一些分別的 就是會有一些高高低低啊 但是你看到其實 下載那裡 跟剛才真的差很多 嗯 是啦 剛才我們試到差不多500 那現在但是 4.5G 其實是 只有200多 那我們可以看看那個Ping Time 那我們用5G去試的時候呢 那個Ping Time其實都是大概7至8 是 我們轉換做這個Ping 轉換做這個4.5G的時候 你會見到那個Ping Time是去到十幾 是 其實那個Ping Time就是在說 那個Network的Latence 那數值 就越細 是 就越快 Latence 就越低 當然就越快 那你可以想而知 其實我們在不知的網絡情況之下 反映的人快了很多 嗯 就是說 最簡單的做什麼呢 你看Under 4G 突然你想飛片 你飛片 我看了頭一分鐘 我想飛去第十二分鐘 我一拉就去十二分鐘 我就可以繼續看十二分鐘後面的內 我就不想要好像 就要段落 突然就要等 對啊 出個圈給你 嗯 是啦 那現在都 4G 我都主要4G 試試看 好了 等一下可以 做了 Ping Time都十二以上的了 是啊 已經立刻一倍了 我剛才是六寶而已 那三星見面 三星就去到二百七十幾了 嗯 那 反而 三星應該去到五十幾 都可能不適用 大家都 接收信息 都很少 很少做一些 ir 那些細基片 大家都會對於小細基片 然後 的是 in 我這邊 如果我轉了 4G 下班就 下班就5、7、3 下班就58 下班 下班12 跟ARTIN試了差不多 是 那就跟ARTIN的說法 是可以証釁到的 是的 因為就是Ping Time Fi 除了看YOUTUBE 你發送的反應之外 我們現在做網站 做這些網站 都會很大影響的 你不會說慢了 或者我講完話 你就可能半秒後才有反應 這些情況其實都可以改善的 我相信 沒錯 沒錯 好了 那你們在街頭上有沒有什麼展示 或者有什麼補充 就是試著播放YouTube影片 Anon那裡可以播放YouTube 為什麼我們用華為Mate S 因為華為Mate S的YouTube 就可以在手機上播放到4K版的 其他手機的 好像是未必可以 我懷疑是不是他都會detect你 你究竟是在走Wi-Fi 還是在... 你看看 我先試4G 我先調到5G 是的 我受到保安的訴訟 好了 先脫出 孫行脫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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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去5G了 好了 我們用... 這個YouTube影片 我們選了一條... 等等... 選了一條... 娛樂無窮 大家可以嗎 是的 那就是... 看那個華則先做緊要 首先... 那就是因為現在... 開始就480的 那我現在就... 看... 現在... 最少都是1080 1080 是的 那就是... 2G或者4G都去不了 那麼... 所以我就懷疑 是在Wi-Fi... Wi-Fi情況之下 是的 有可能 那就是... 你看到他用5G 已經在搭配了 這個程式上... 就通常都會...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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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都會是這樣的 那就是... 你看到... 其實... 看影片就一定是... 都是這樣看的 你用不可以快 那就是... 你看到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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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段的 應該就短很多 是不是呢 平時我們看... 看Youtube或者Netflix都... 是... 是嗎 你看到080 你看到他很快的 就是... 你以前是... 打了幾十秒才會... 是啊... 十幾秒才會... 很快就已經是... 已經是... 嗯... 是的... 這個... 就是... 真的在街上... 用5G來試到... 你看影片... 就是... 這個... 最初... 變... 轉清的... 這個情況是... 很明顯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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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先謝謝Ellen... 好... 那我這裡... 三個... 直播到這裡... 回來我們這裡... 好的... 謝謝... 拜拜... 好... 剛剛我們就... 看過... Ellen跟Martin... 分别在旺角西洋蔡南街 还有在尖沙咀K11秒C商场里面的5G的测试情况 总括来说 其实在5G网络接收到的情况之下 其实两者的下降速速度其实都相当之快 去到500Mbps 甚至800Mbps 的数据都做得到 但在上升上其实似乎跟4G的分别未必太大 反而就是那个Pink Time 就是那个反应的时间 5G就真的做得好很多 如果大家我想是打机 或者是做一些video conference 或者是一支线上的操作的时候 那个Pink Time快就真的帮到很多 你不会像是延期很多 或者是设计很长时间 令到反应快了很多 那么好了 除此之外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回昨晚的影片 是的 好 这个就是昨晚12点 即是一拍了按针 我们就立刻试的情况 画面不动 变成仍然拍照 哈哈 好 如果看不到就不要紧了 我想是吧 咦 咦 不是播放吗 我这里正在播放了 是的 但外出的画面是仍然拍摄了 不要紧了 我们先回去 好了 不要紧了 今天其实除了5G的网络的服务 啟用之外 其实在CSL那边 同步也有5G的增值服务的推出 其中一个就是Move的24bit高清版本的服务 那这个Move的24bit 那由今天开始 如果你是CSL或者1010的5G用户 就可以优先申请用这个Move的24bit 那如果其他用户 其实都要稍后 就是可能两个月之后 才会开放给其他用户去申请 那我们都手头上试在不同装置的 那今天晚一点 那我们都会出一条片 再和大家分享 在这个Move24bit下面 怎样玩 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在早几天 上个星期六 就偷跑了一小段片 都说过在iPhone下面的情况 但今天就正式开通了之后 就发现除了是说 用到的24bit之外 其实在整个App的界面上面 它会多了很多24bit的音乐的推介 那一会儿 那一会儿 都会再和大家做一个介绍的 那大家也都不要错过 晚一点我们的分享 那今天的直播来到这里 那晚一点再和大家见面 好 拜拜